这个可以说很高级的 这个风水梨 它可以说梨的 它是带有点酸味 它日本人 它最喜欢这种风水 管理果檐是师兄在管理 我是做旁边的工作 也许吧 我不甘愿说 我的一生的时间都在果檐里 好让人间到处都充满温暖 说到台中的当时 最出名的就是高接力 黄敬芳和红碧珠他们老婆 在这种高接力已经30多年了 为了要建出品质最好的来 他们不但自己丢油肌肥 又用心挑战不一样的品质 所以只要时间一到 老个家的电话就会接不完 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来照顾贵机场 让女孩也带到他们的脚步 来建高接力 这个是本来是人家遗弃的啦 我们就是很小就舍不得就 过意不去就再把它抓回来养 这叫花布丸 花布 花布丸 明年话说开不开啦 开不开啦 开不开 你看陌生在这边 它 现在那个 这 这个是风水梨 这比较慢的风水梨 可以说市面上已经都是没有了 高接力就是要利用这个是恒山梨 本身是恒山梨 恒山梨利用它这个枝条 去嫁接这个 这个是从日本进口进来的花宝 我都是做比较慢一点 我都是冬至 我们农业冬至以后才开始嫁接 这个可以说很高级的 这个风水梨 它可以说梨的 它是带有点酸味 它日本人它最喜欢这种风水 口感上肉质很细弄 因为蚂蚁都要跑进来 今年都是一直下雨 地上那个蚂蚁都往树上爬 台湾它的肉质很细 台湾这个是很比较粗 它说恒山梨 蚂蚁 人家蚂蚁来 它没有 这样没有经济价值 这个一斤 这一般都是十几块比较多 这个一斤 像今年来讲 最大的95块 去年到128块我卖的 这个是风水梨 这个是芯芯梨 这两种就是它这个本质价位比较高 它的品质比较好 肉质比较稀嫩 一般市面上接受度很高 这个比较不容易照顾 尤其现在天气很热 一般农民很多人都不敢嫁接这种水 它这个芯芯它是抗热比较强 没有那么这个芯 它比较硬一点 对 它价位差很多啊 差一半的价位 差这么多吗 对 一般最少还有差三分之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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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發和鳳碧珠這堆紅阿母 在台中當時建國接來 已經超過30年 碧珠是一個傳統又輕騎的客家女性 她說這陣子是故接來採收器 所以每天天不亂就要來到來阿亨 都是黃色 這是電檢啦 這樣人力不會那麼吃緊 工作效率也比較快 我們現在是在收採高階鯉水大鯉 品種不同 我們就用這個袋子分顏色 像這一包是我剪錯了 這個就是黃色磨袋就是別的品種 品種不同我們就用 世界上我們就是用顏色來分別是哪一個品種 今天在採收是什麼樣的品種 這個是秋黃 秋黃藜 秋黃藜 對 這種品種有什麼特別的嗎 甜度很高 它吃起來我女婿講 它有一種桂花香的那個味道 因為我師兄的眼睛有色盲 看這個模特兒的顏色 它紅跟綠比較看不清楚 再來呢 我又再疊得我脊椎曾受傷過 我時常這樣蹲 我脊椎也會受不了 所以我都是互補的 都五點五點多這樣 盡量在太陽出來之前 我們就要把它 數量 數量把它剪夠 這樣 人也 大鯉也比較新鮮 人也不會說在太熱 太熱 所以師姐 你一開始也是都種梨子嗎 我沒有耶 沒有嗎 對啊 是嫁給師兄 嫁給師兄 才協會這個品種 會啦 人是在高溫 太陽下是很辛苦啦 可是假如說很好的話 會改善我們自己的生活經濟的話 感覺說 師兄 顧得大鯉成果出來了 就感覺就 心裡得到安慰了 就不會那麼辛苦 也會把生活改善了 對 沒有了 那等吧 沒有了 那等吧 沒有了 嗯 因為其實 像我們一開始 從以前小時候跟著爸做 根本沒有想過我以後會做這個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然後又好累喔 對 從來沒想過 嗯 可是就是結婚之後吧 我們夫妻都分很遠 一個 就是工作的地方很遠 然後後來我爸就覺得 欸夫妻為什麼 奔那麼遠工作 啊要不要回來做這個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啊不要 我們兩個一起做 不用分隔兩地 然後他其實一開始也不太願意 因為他說他什麼都不會 就是從來沒想過要做這個 後來就試著試著 欸第一年有一些成就之後 就會慢慢就會覺得 欸其實做這個還不錯 然後一做就做十年了 而且這種東西還是需要爸爸的老經驗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新的 欸譬如說 欸我覺得我想要怎麼樣這樣可行嗎 然後再一起討論 對 啊不然其實 沒有一個 有經驗的人帶領 好像我覺得離子並不是這麼的簡單 現在在包裝 像剪我們一般都是我師姐他們 那種剪的我們 男孩子的速度 也許是我的別人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速度比較慢 以往就是我在這個分級 真的 因為我們都做習慣怎麼包裝法 都了解 這個是以我們的那個市場的那個等級去分 不是說我們自己說說 我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它有一種龜 它就是有 我們這個是三幾粒 這個八就是八粒 它十五粒就是它一個殼子十五粒 它的顆粒就比較小 我們是以這個我們的殼 這個是裝八個蛋 這個是八嗎 是嗎 是嗎 這不是 看我的八呢 今年的螞蟻特別的多 都往樹上爬 是今年特別多 今年雨水充足 所以地上它待不住 都會往樹上爬 這樣也是會造成我們的 果樹的那個大梨的損失 因為它會把果粒咬個洞 就這樣就咬個洞的話 就會變V級品 還是會可以賣 只是說價位會不會 沒有好的價位那麼高 可是這個是天氣 我們沒有辦法抵視它 務農就是靠天吃飯 氣候不調齁 對我們這個農民真的損失很大 所以盡量愛惜地球 我們把可能再回收的 我們盡量再回收 秋黃靈 因為有的人說他容易有 他自己本身的生理病 但是我們就是還是要去克服他的 所以很多人不敢接的原因就是 他本身就會 不是很好照顧 對就是因為兩年前吃到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們就想說 再試一年看看 就是 因客戶要求嘛 再試一年 就還是量沒有很多啦 你說這種在市場上 在市場上很少是不是 對很少很少 然後我們家的離子不可以泡鹽水 因為我們是 我們沒有使用化學肥料 所以不需要泡鹽水 你要辣椒嗎 很辣 很辣 想要建築外觀水 考驗新意的高接力 就要不斷地研究 但是黃靜發和黃碧主任老婆 不斷地研究 也覺得 除了這幾集 人生 應該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921大大大的那一年 為了要照顧受傷的妹妹 黃碧主在當時的國中 看到一段 淺藍天白雲的季工 她很感動 所以就看完 也要來為鄉親付出 因為這個塑膠袋啊 對我們的地球不好啊 所以我就會去收回來洗啊 晾乾可以再回收 就是我們有那個早餐店的那個朋友啊 她會拿那個穴蟹給我們小狗吃啊 她都會無視叫帶斷 然後我們就把它拿起來就洗啊 這是你們那兩隻小狗 對 一隻叫什麼 吃不掉 開不甘 開不甘 刮不甘 那另外一隻呢 是因為她臉黑黑 我女兒把它叫說很敗 就是叫做拜拜 拜拜 醜醜 拜拜 這是有時候我們工人用 在這邊自己的回收的東西 我們都有留起來的 收集起來分類啦 對啊 因為這個我們包裝都會裝這個塑膠袋嘛 我們的包裝的東西 像拿來的包裝的東西 用完了 我們都會收集在整個袋子裡 整個袋子裡就會 就會拿去回收 那像 像 這一袋呢 就是像 我 那邊洗好的 小袋的我就會放在一起 這是直接送去環保站嗎 對 這誰會來載啊 我家師兄 你們自己載過去 對對對 我們有一個數量了 我們自己就會在自己用自己的車 再去環保站 你覺得是什麼 風水梨子熬百香果 有一點瑕疵了我捨不得丟 我就把它熬百香果子 啊 我就把它熬百香果子 水梨子可以認費的 白香果就想跟這個風水梨味道是很絕配的 怎麼會想到要這樣做啊 一個朋友跟我講 我想說再試試看 結果熬出來就是那麼漂亮的 好吃的風水梨跟白香果 這是孫子 我們一起回來 我還要煮 剛才有一個金門的又要訂貨 因為最近都這樣難 都很晚才吃晚餐 加簡單酒的麵 也是很久沒有吃麵 這是什麼 怎麼啦 這家裡面的嗎 對 我拿這個你拿 我拿的啊 奶瓶 拿回收 附近他們有的是會給我們收 以前是很多 以前就是我家後面有個空地 他們都會放在那裡 然後當初是公所還沒有回收 是我們持續 剛開始帶動他們起來 帶動起來以後 然後他們每天都回收了 所以我們的量就減少 是這樣 只要說最好 只要說我們能帶動他們起來 把這個垃圾大家環境做得很好 這樣 收拾超過十五年的壁豬 以前常常在想 但是我這四人就只能夠進來了 在那裡進入駐鎖之後 因為參加各種的志工活動 所以我們漸漸打開 那個時候 他每天都會到省省黃淨發 分擁在主桌所見所聞 就這樣 三年之後 進發看壁豬做得這麼高興 所以連日也走出來培訓 現在每禮拜三 他們阿嬤一定會出來再環保 我是從921 這個慈激原因 也可以說是我妹妹牽引過來的 因為我妹妹的房子倒了 丈夫也往生了 兒子也往生了 他自己也受傷 他傷口很大 那時候醫療不是很方便的時候 很缺乏的時候 我就想說 也給他吃新鮮的 家裡冰箱全部沒有電 可是那個東西我都不敢給他吃 因為傷口那麼大 醫療又不是很健全的時候 林基跟我講說 東四國中有 有人在那邊煮 我就去那邊拿饅頭 回來泡牛奶給他喝 才看到說有穿藍天白雲的慈激 那時候我雖然有繳功德款 可是我還不認識慈激 在地震那時候我去拿麵包拿饅頭的時候 我才真正的才知道說那個是慈激 後來我就地震那時候心也是蠻空虛的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就叫鄰居說 那我們一起來一起幫忙吧 人家台北的都下來幫忙了 何況我們當地的 我們鄰居就開始 因為你拿砧板刀刺刨刀什麼都走去 東四國中那邊就開始在忙了 那時候我才開始認識真正叫做慈激 全部拿去 不用留箱子 不用 十來年了吧 我們這邊的環保幹事說 沒有車子可以 也沒有人力可以載 我就跟我師兄講說 我們自己有車子 那我們就來載環保吧 師兄就一口就答應 就做到 都是用自己的車子來載 做到成九十三年做到現在 嗨 先幫忙 什麼年輕的 按摩 不喜歡 我聽說 先幫忙 我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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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給你 我幫忙 你去幫忙 你去幫忙 我幫忙 你去幫忙 我幫忙 你去幫忙 我幫忙 你去幫忙 管理果言是师兄在管理 我是做旁边的工作 像套蛋什么的 都属于我工作 喷药那些都是师兄的 有分男女工作那一类的 这两年他心脏放支架后 我才有帮忙写他一些喷草 那一类的工作 也许把我身为一生一个得到人生 我不甘愿说我的一生的时间都在果言里 我们两个会想说 你年纪越大我果树 做务农这方面我要退休 年纪大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 还是实际这条路 我感觉我会永远都会走这一条路 果言我年纪大体力有限 我一定会放掉 交给我的儿子 我们可能会虔诚的做实际 因为今年雨水太多 品质我的目前还不错 就是11度往年有13度14度 今年降到降一两度下来 这个你一般我们不要套这个黑色 它是浙光用的 它就会散生黄皮 如果用外皮这种的牛皮 牛皮两层还是一层白色 它出来就是绿绿 原本的绿色 所以外面市面上不知道 哇 那个是绿色 这个什么色 即使是以带姿去把它处理 以前做美法 其实小时候还是要帮忙 像采收时间就是都在暑假 其实那时候做得有点怕 然后就妈长大之后 出去闯一闯之后 回来就觉得父母好像老了 然后做这个真的很辛苦 然后那阵子回来帮忙之后 觉得就其实看着梨子慢慢长大 那是一种成就感吧